所以一般 一般如果你們去求財神爺 要正著財神爺 不能去求音廟 所以這個就是東方 東方就是太陽起來 這是幫你們 補你們的不足之氣 那這些都弄好了以後 記得就在這裡面 下面每一個下面 姓名八字都寫好 助詞寫一寫 那這個 這個只是基礎喔 大家還要記得就是 他是誰 他是 你好 你自己 你好 你說你 我自己喔 因為我們節目一直在 教大家一種方式 這個是剪好的一張手錦 那壽金記得喔 就把它兩個對著以後 然後照這樣剪個人形出來 有沒有 剪人形就好 剪好以後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以後你記得臉啊 臉 如果是女孩子的話 這個頭髮可以畫長一點 就這樣撞過來這樣就好 那男孩子就像這樣就好 中間就寫自己的名字 可是記得 你要打三個勾 然後再寫一個替身 替身 替身就是說你要轉運嘛 你壞運一定要替 就像剛才說 你要倒在冰層 那壞運都要留在冰層裡面 我們起來以後 我們的運才開始好 一定 我跟你講 你的運不好的時候 你一定要找替身 對不對 像生病的人 像我們在做生病的人 我們要幫他找替身 對 病 有病的一個業障 所以我們要找替身 所以很多人去求財 求沒有方法 那你一定要用一種替身方法 簡易的替身方法 那這個弄完了49天 你會有感應 是 那來 我們大家繼續 那打三個勾 然後寫一個替身 然後再寫自己的名字 好 秀慧 楊秀慧 然後他的八字寫一寫 然後柱子寫一寫 那寫好以後 記得要在大拇指這邊蓋個章 嗯 要蓋在那個部位喔 蓋在名字的下面 蓋在名字的下面 那個部位是很神聖的 因為它是我們生命的源頭 對 你是海底倫 對啊 海底倫 那是生命的源頭 喂 看這裡 來 我們讓我們給它 給它轉一下 這一集是怎麼回事 好 背後還要寫 來 我跟你講 這邊弄好以後就一樣打三個勾 好 運轉 運轉 蜜也要轉 你只轉運 沒有轉蜜是不可以的 要寫蜜 轉運轉嗎 對 然後最後下面再打三個勾 然後這旁邊就是三個圈圈 勾三個圈圈 對 大家要記得我們去講很多次了 可是真的回應回來 都是那個效果很好 對喔 像主廷都在做三次 真的喔 那也很好 那我跟你講一定要這樣轉 你不能前面這樣寫 對 那就這樣 後面一定要這樣寫 代表說你要轉運嘛 要轉命就代表我摔下去 要去走 那最後這一個 這個弄好以後 那把它再對折 那記得喔 剛剛講的那個 最重要那個要蓋章 那再來準備一個紅包袋 放進去 讓那個紅包袋放到裡面去 好 那你記得喔 你譬如說你是 你半年內或一年內很衰 把那個最衰的指甲跟頭髮 留在裡面 那一段時期 對 那一段期間 在道教裡 而且那一段時期 常穿的衣服嘛 給它燒掉 真的 衣服也要燒喔 不用這個 我看見面的男友 他給它分掉 對 要這麼決定 不 別吵 來 把你最衰的指甲十隻 十支尖角 如果沒有剪不到十隻 你就七隻到六隻都OK 放到裡面 頭髮 放到裡面以後 你記得喔 要把它封起來 不能再開了喔 封起來就不能開了 你頭髮也是一小撮嗎 就一小撮 我剛剛 整張都要扣起來了 就以為 有人聽我們的節目 這回去 一撮這麼大撮咬 然後 有的這更笨的是 人家瀏海有沒有 他從街面剪 然後一個凹頭 大家不要再笨下去 就後面喔 你後面的頭髮 一戳一點點就好了 一致死 象徵性的一小撮 有我們的 意思就是說 有我們的DNA 有我們的靈驗 對 你看在道教 要幫你去眉運 或者幫你補柴 或幹什麼 為什麼要用頭髮指甲 因為頭髮指甲是人 代表人的靈活 沒有啦 人家說 有時候放 我一定要頭髮指甲才有效 沒有頭髮指甲 你怎麼放就不好了 對 聽不懂 聽不懂 說得到 我講了 來 沒關係 老師 再跟你說 待會兒我會給你 我是倒頭 我會給你翻譯 好 你好 那這個弄好也要記得 這個弄好 記得就直接放在 你家 你記得 這個最好放在 我們的客廳正中間 如果不可以的話 就直接放在 你的客廳的正東方 正東方 客廳的正中間 或者客廳 以客廳為主 這個東西不能放臥房 一定要在客廳的正東方 就是太陽起來那時候 因為人類說要一等於是 太陽要東升那才有希望 對 那你這個弄好以後 那你記得 在中間這一個 中間這一個 每天記得 你如果有的話 你就是在這個中間這邊 多一個這種爐 紙杯喔 紙杯 你可以用紙杯也可以 然後貼紅紙對不對 對 貼紅紙 然後裡面會記的 你們人家放米油 用蘿蔔 蘿蔔啦 蘿蔔啦 蘿蔔 那你記得喔 記得你在外面喔 外面也要弄回來 就把名字跟這一個都 你這個先不要動它 你就是放在最前面 你可以照我這樣 五個這樣排 那你記得喔 晚上不用就 早上你起床的時候 像東方 一住香就好 香我叫什麼名字 那八字我住哪裡 我希望我的運 從此開始轉 那想完以後 對天拜三相 這張香也炒 就不要理它了 就早上可以而已喔 那連續三天 那我剛剛講喔 吃是初一十五 那初一的前三天你就要做 那為什麼呢 因為到初一要把這些全部燒掉 喔 可以當天 對 那記得如果在 在 是燒的時間 燒的時間喔 最好在凌晨七點到九點 凌晨 早上七點到九點 對 也是在最早上 早上 對 如果你要出雲 一定要早上 七點到九點 老師一定要說早上就好了 還說年晨 我想說年晨 七點到 那錯過七點到九點呢 我跟你講 像我們要 像我們以道教來講 像你如果要好運 絕對不在晚上 七到九點 我們應該早到七點 爬不起來怎麼辦 剛才錯過了九點 不要弄 你就不要睡啊 對啊 到七點去睡著 發財發達又懶得起床 真的是 好啦 最後的通疊 就是晚上的七點到九點 晚上也可以是嗎 還是早上嗎 早上 我告訴你 你早上 你早上去弄這個的時候 是叫正財加偏財 那晚上是什麼財 小小財 小小財 不會的 也是有 只是小小財 那個磁場不會很大 只是會有一些橫財 或者是什麼 可是那個有不見得很好 那你記得 上班小姐財那個時間 對 那你記得連續做三天 那到第三天 你記得 大家記得 第三天的時候剛好是初一 那初一的時候 你一樣給它點一炷香 一樣一炷香就好 那一炷香到點過了一半 一半的時候 因為我們講七點到九點 那一半可能就是 20分鐘到30分鐘 對 那你就差不多 這些東西要可以修 那修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 像我們手上這種東西 這叫鹿馬 好漂亮喔 就是一定要拚買 要幫糟種 所以你要有一個馬 這也是買就買得到嗎 都一定買得到 你看它的工具 剛好都是錢有沒有 銅錢 這也是錢 對 它這個還幫你扶 扶這個鹿啊 這個都有嘛 對不對 那再來你可以拿 外面買得到這個 這個是十方的貴的 十方貴 四方 四方 對 其實你看它這邊都有錢 這個正中間也是錢 那再來的話 可以的話 去給它買一點點咖啡 咖啡 夾馬 那它如果你買 它買這個的時候 你到外面去買這個 或是到廟裡去幫它買這個的時候 你記得 這個一套裡面一定要有書紋 丙天定義 對 那這個書紋就是 你記得喔 書紋上面一定 你們大家要認定說 記得你要用這一套的時候 它一定要有一個法師印 或者它廟方的印 或者它會都幫你做好 一定要有那個印章認證 對 那記得名字柱子寫一寫 記得不管寫十個名字 不要忘了你的名字下面 他們一定要蓋上 蓋上 那我一直在講 我們道教裡面 我們不管再辦法師 我這樣講好了 你一朵蓮花這樣去燒 它是沒有用的 它你一定要經過這個菸 菸的傳承 然後再書紋的品報 這一套下去才會用 你缺少一個 也不好 喔 了解 那記得大家記得喔 就是這個菸完了以後 這些東西都拿去燒 那最後這個才對 還有剛剛我們說的 這些菸刀這些書紋 記得書紋跟這個最後燒 最後燒 對 最後燒 那燒完了以後你記得喔 我們教 我常常在教大家 合掌唸翁才才嚕嚕所好 那記得這個弄完了以後 可以的話 這個弄完以後 你們可以到廟方去邀一個財神符 財神符 財神符 那我跟大家講 你要回來財神符有一個密碼 有一個真正的密碼 要把自己的名字寫這裡 八字寫這裡 寫好下面一定要蓋章 這張符才有 開一個樓 這個直接 我跟你講 我在跟大家慎重講 符啊 你拿到符 記得不能這樣對奧 不能看到白河 這奧符 哦 奧符啊 那你可以正面這樣奧 這是沒關係 哦 可以這樣OK 要學到一點 那最好的話 因為胡令 他有時候一年裡面 這種紙會褪色 那最好最漂亮的方式 你要撞一年以後 要不要互備起來 放在你們的女孩子的包包 那這個東西一做下去 在49天或者108天 它有效用起來 那你就會有感覺 那那個感覺 不是說隨後你知道 你會覺得 欸 好像運好多了 好 謝謝 好